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今早被廉政公署上門拘捕 並即時帶往北國廉政公署落案起訴 只要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 被控三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罪名 案件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控罪至於43歲的林卓廷分別在2019年12月30日、2020年1月21日和7月16日 在無合理辯解下披露受調查人身份 即721事件時時任元朗警區助理指揮官尤乃強 案件押後至明年3月9日再聆訊 林卓廷獲准以2000港元保釋,期間不得離境 翻查紀錄,林卓廷現時申付多宗控罪 包括721暴動罪,兩項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一地兩檢,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罪 及光復屯門公園案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等 上週一721暴動案再提詢時 裁判官以下令林卓廷交出護照及不可離港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,任何人如果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向公眾、部分公眾或任何特定人士披露受查人的身份 或該受調查人、徵受調查的事實或該項調查的任何細節 即屬犯罪,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萬元及監禁一年 違反這條法例而遭判囚的也有先例 社民連主席吳文婉在2016年透過社交媒體披露時任文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 為廉署受查人等資料最終裁定罪成,判囚4個月 他曾經向高院上訴及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,均被駁回 身為廉署前調查主任的林卓廷,理應熟悉法例不允許披露受調查人的身份 難道他又沒有知法犯法之嫌?